两位律师 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呢 包括严谨老师 我来提示一下吧 既然说到了这个延伸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姐呢 在之前提供给我一个团队境内旅游合同 在这份合同当中啊 他们约定了权力义务 但是让我感觉到很后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其中有一个叫拼团条款 这里面明确约定了这个 他们这个团呢 是拼给了另外一家一个旅行社的门市部 那么其实这对于我们的旅游品质 是很有可能造成影响的 很有可能保证不了 因为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旅行社 很有可能是信任它的品牌 和它一贯的旅游品质 但是突然发现它拼团拼给了小旅行社 你的旅游品质可能就要受到影响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这份合同当中我们不且论它 我们暂且不论它约定是否合法有效 它在它的争议解决方式当中 列明了两条 第一条呢 原来是向某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二条是向人民法院起诉 但是呢这两条他们都没有选择 而是旅行社单独又加了一条是 双方只能向旅行社所在的 质监执法机构申请调节 其实可以看到 在订立合同的时候 旅行社已经在极力地 去规避它自己的风险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在订立旅游合同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事项 老百姓不能说旅游之前还找个律师来看一下合同 但是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我们说有品质的旅行社 最起码它是敢于来担当这些责任的 对吧 它是可以直面的 那么这种情况才会获得我们的信任 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方方面面 都需要用上这种法律知识 我们多学一点 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刚才我也非常赞同这位阿姨的精神 能够这样较真 能够这样地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是我们公民法律意识崛起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我们要为他点赞 但是老年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以免上当受骗 那么另外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 当在旅游当中我们遇到了像这种被强制购物 或者出现了人生意远伤害的时候 您第一件事就要提醒自己要注意的是 叫做留存证据 因为我们知道官司就是一定要拿出正题说话 以做到未来在我们主张权利的时候 我们能够说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接着霍律师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不仅要自己留证据 而且要防止被对方留下不利的证据 那么在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 他们曾经为对方掀过一个权利放弃的一个文件 对吧 这份证明你们完全有权利不签 因为你们从医院入住也好 还是离院也好 这都是你们的权利 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就没想再跟那个酒店有什么牵扯 反而我是在那摔的 他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有没有一些步骤的建议啊 王律师 首先上诉的问题呢 因为我相信你这个诉讼的成本啊 现在来讲已经发生了 那么上诉呢 可能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扩大 最起码还有一个调解和谈判的一个平台和契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跟保险公司沟通一下 那么在保险理赔的过程中 我们一再提到的是医疗费用已经理赔 但是伤残这部分 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情况 是可以进行这个主张的 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偶然发生 它有可能会导致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安排和命运 这个动作我们要坦然去接受 人生本来就不会是一帆风顺 本来您的计划是说退休以后 我们去旅游玩 变成了我从现在开始研究研究法律 我把我的个案拿去跟很多老年朋友来分享 教会大家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倒觉得这也是一个收获 我自己在法律方面真是欠缺的太多了 你上次打官司找律师了吗 没有 我觉得就这么简单 我老认为是简单的事 它就是为理所当然的 我就是头脑特别简单的 有合同咱们就去找它就完了 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法律思维 您只能够败诉 你们接下来跟保险公司的沟通 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中间人 希望最后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谢谢你们 也谢谢现场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